咱们这个是焯好水的 现在要放在那个料理机里边打成泥 好 倒进去 然后这里边要加水 要加点水 一般情况咱们就是根据咱们自己想喝得稠一点 少加点水 这么看这个水的比例好像比豆多好 2比1了 你要是太少了就喝得散了点像你说的呼散了 对 然后现在就开始打 好 开始 好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温豆打得怎么样了 有着就光这么打两下人家解决不了您说这个不呼散的问题 我现在要开始过滤 然后现在咱们过筛 这么一过才发现原来这个渣子这么多 不说怕这个滤豆我特别呼散的 我们就是用那种比较细腻的筛多过几遍 对 咱们这个全程过三遍 现在是不是要滤第二遍 第二遍直接就放一个小锅 滤在一个小锅里 对 我给您准备了一口小锅 小奶锅可不可以 精致 来 您倒 我放点那个 这就好倒了 就很好的 这边就好腻了 对 可以开火了 可以开火了 调点淀粉 水电散 要够芡是吗 对 因为不用太多 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勾个芡呢 这个就是绝活了 这是绝活 对 勾完这个芡以后 把特别的滑 这个也不用调味是吗 不用调 把这个电粉放进去之后 它一开锅咱们就可以关火 关火之后放糖 要不要先放糖呢 会粘在这个锅壁上 容易糊 这个锅壁容易糊 哪有那么些问题 你给程雅姐问糊涂了一会儿 锅呢已经就开了 可以 勾芡了 勾芡 对 勾上芡之后 等这开锅咱们就可以关火了 可以了 现在开始放糖 这个糖的多少 根据自己的口味 吃甜一点的呢 咱们就可以多放点 还得需要那个筛 再需要一会儿筛 对 这就是第三点锅筛 好了 越锅越细 我们的豌豆饮 现在已经冰冰凉了 撒点点芝麻 口感会更好 这个多点少点的 根据自己无所谓 来点芝麻 然后顺带着我们的这个豌豆饮 来吧 干杯 干杯 感受一下 真不错 真挺冰爽 又解熟又爽口 也不合上脸 对 这个我之前的一律完全没有了 这个我之前就今天就ahr那里了 说明了 我现在就不要再帮我